大家好,为什么胡萝卜这种做法非常下饭呢? 很多亲戚朋友吃过后还特意点名字,再要一份打包带走 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 一起来看看这个快要是船的做法吧 准备适量的胡萝卜,先洗干净表皮 洗干净后,倒在炼价上摊开 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表面水分 再准备六头大蒜洗干净 然后倒在炼价上摊开 放到阴凉通风处,晾干水分 找一个陶瓷容器,往里面倒入热水消毒 注意这里全程不要碰到食用油 然后倒去热水,放到阳光下晾干容器里面的水分 胡萝卜表面没有水分后,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先去掉胡萝卜根 然后把它切成薄一点的厚片 再切成细丝 这样手工切出来的细丝 比用擦丝器擦出来的细丝 口感上更好吃 菜像上也更好看 如果切不出这样的细丝 可以用擦丝器 切好,把它放进容器里 大蒜先去掉不好吃的蒜尾巴 蒜尾巴全部去掉后,再切成蒜片 切好放容器里 现在往里面加入食用盐 一斤胡萝卜,两颗盐 注意这里不要加 一是加点,二是低纳的食用盐 这两类盐做出来都不好吃 戴上手套 下手抓拌均匀 腌十分钟 杀出胡萝卜水 再准备四个白菜心 先把白菜帮和叶子分开 白菜帮我们竖着切成细丝 竖着切的白菜帮 比横着切的更脆爽 而且吃着不会塞牙 叶子直接切丝即可 切好放到容器里 再下手抓拌均匀白菜丝 抓拌均匀后 往里面先加入一小部分白米醋 再把醋抓拌均匀 然后静至那里 腌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们来尝一尝 酸度如何 这个菜最后的口味 调到胡萝卜丝 吃着有点酸酸的 同时又有胡萝卜的清甜味 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醋和太多盐 否则就失去了胡萝卜的原汁原味 最后先盖上一个塑料袋 再盖上一个锅盖 腌制一天一夜 腌制一天一夜后 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开吃了 吃的时候 吃多少取出来多少放到盘子里 再往盘子里面加入几滴香油 搅拌均匀 别提多下饭了 这样吃胡萝卜丝 在吃肉时来一盘 肉会变得更香不油腻 而且和饺子包子等特别绝配 过年代课时它最受欢迎 也最快光盘 我家一冬天至少要这样做三缸才够吃 现在做 吃到正月里都不会坏 喜欢就收藏试试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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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观看